新出生的兔宝宝一般来说 他身上是没有什么毛的 是很怕的 所以第一个的话 你要准备好一个比较保暖的一个箱子 或者是说可以垫一些旧衣服在地上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把兔宝宝仔细轻巧的放在 那个你铺好的垫子上面 第三个的话 把妈妈从笼子里面放出来 让妈妈测躺 然后让兔宝宝去喝奶就可以了 那有些可能比方说 兔妈妈奶水比较少怎么办 那第一个你肯定要去给兔妈妈 去补充大量的营养物质 然后多去给大家吃一些新鲜的草和兔粮 去增加它的乳质排量 如果实在是不愿意喂奶 或者说奶水比较少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到人工喂奶 人工喂奶的话 可以用小蒸馆 然后用宠物奶粉慢慢给它滴到兔子的嘴巴里面 当然它的食物不能吃太多 太多的话可能会胃肠到胀气 胃肠到胀气的话 小兔子有可能会突然的死亡 新生的兔宝宝 新生的兔宝宝的话 如果是晚上照顾的话 人要多起来看一看 如果是说有一些兔妈妈母性不是特别好的话 可能要分开 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兔妈妈会去吃兔宝宝这样的现象发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